大家好 今天我很高兴地向大家宣布 为了庆祝马来西亚和中国建交50周年 我们的房屋与地方政府部将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MOU 这个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在我国举行 由我代表马来西亚签署 中国方面将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长霓虹代表 我们的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将作为见证人出席此次仪式 而这一切都将在中国总理理枪访码期间进行 通过这份合作谅解备忘录 马来西亚和中国将同意在网络 城市规划和智慧城市领域展开广泛的合作 我们预计将在智能加剧 城市翻新 城市交通 城市移居 城市可持续性 智能城市运营和管理 智能建设与翻新 智慧城市认证和认可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 这次合作不仅体现了两国在住房和城市发展领域的深厚友谊 也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了我们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 通过这次合作 我们将互相分享专业知识和最佳实践方案 在重要项目和计划上进行合作 促进两国的共同发展 对于马来西亚来说 这次合作是一个宝贵的机会 我们可以从中国获得最新的房屋和城市发展的技术和专业知识 通过两国在技术与知识上的交流 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国家投资价值和总发展价值 还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中国在智慧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经验 推动马来西亚的智慧城市建设 通过这次合作 马来西亚与中国在绿色建筑 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 也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我们将共同应对城市化挑战 推动可持续发展 提升城市宜居性 总的来说 这次在住房和城市化发展领域的量景备忘录交换 是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一项战略性和重要的合作 它不仅有助于提升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还将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们相信 这将直接有助于提升国家经济 并进一步巩固两国现有的双边关系 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合作将继续深化 不仅在住房和城市发展领域 还将在其他各个领域拓展合作机会 共同实现繁荣和发展